最近有个国货在海外卖爆了 据说因为订单太多 海运运力又不够 出口商得提前抢订集装箱 才能把货运出去 猜到了吗 这个国货就是挖掘机 大家好 我是陈静 欢迎收看金观其变 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 对25家挖掘机制造企业统计 今年前7个月 共出口各类挖掘机 35149台 同比增长102% 共半年多就卖出了去年一整年的量 挖掘机怎么一下成了香波波呢 买挖掘机当然是为了搞建设 搞建设自然是为了拼经济 去年受疫情影响 国外基建停滞 压抑了对挖掘机的需求 今年随着国外疫情管控逐步放松 为了拉动经济复苏 欧美多个国家加大了基建投资的力度 国际市场对挖掘机等工程机械的刚需 也就跟着增加了 那为什么是中国的挖掘机呢 首先近年来 咱们机械设备的整体制造水平在不断提升 而且针对海外市场 咱们的工程机械国产品牌已经布局多年 目前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品牌效应 另外面对全球竞争 咱们的产品不仅皮实耐用 性价比还高 凭借这些优势 再加上境外疫情反反复复 国外用户都热衷在家里修整花园房屋 这波咱们针对民用市场生产的微型挖掘机 今年以来畅销欧美 在海外火了一把 挖掘机海外订单真是接到手软了 根据一家英国机构发布的2021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枪排行榜 前五名中有三家是中国企业 分别是徐工 三一重工 中联重科 可见中国机械设备正在撕掉低端制造的标签 实现追赶和超越